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內幕節目 我是宇棠 現在中國大陸亂象重新 在銀行出現接連破產現象的同事 南美樓與之交商廢營 同時呈現出多迷諾牌的效應勢不可黨 南美樓通常只建商以辦妥土地使用 規劃手續 項目開工後因開劃商務力繼續投資建設 或陷入債務糾紛 造成長期停工甚至停工一年以上的房地產樓盤項目 最明顯的一個跡象就是 繼江西省景德鎮市某樓盤業主 在6月3日發佈強制停泰告知書後 國地南美樓盤業主亦紛紛聯名發佈停泰 目前在大陸多個城市同時接連出現樓盤難料的現象 到目前為止 由河南、湖北、江西等十幾個省份的 25個城市中的樓盤業主 亦同時紛紛發佈強制停泰書明 引迫入門的廣泛關注和異議 從該資料顯示 無漫的陸地江谷升學會與靠房者所面臨和經歷的困境 可說非常有代表性 我們不妨詳細來看看 據中國大陸綜合大眾網、天目新聞及南方新聞等多家媒體報導 7月10日被稱為武漢最高學歷樓盤的陸地江谷升學會業主 都發佈停泰告知書 申請自合同交訪日期 2022年10月31日起 停止在泰國銀行上還個人貸款的每月還款數額 直至樓盤員工驗收合格交付 這是靠房民眾隱無可忍的唯一做法 據悉 陸地江谷升學會位於高新技術企業混集的武漢江谷 據公開資料顯示 該樓盤2400餘會業主中 1414日具有大學及以上學歷 佔比近六成 其中碩士341人、博士41人 陸地江谷升學會民眾叫腐不跌 請難度要將30年收入到淡入你的難尾樓? 停泰業主之一的葉程表示 在2020年12月時 他以人民幣70萬元首付款購買一套 123平方米的三居室房屋 每月房貸8000元 當年這個樓盤非常受歡迎 半年內開盤9次全部受興 自己和丈夫都是來自湖北的普通農村家庭 買房後他的丈夫從廣州辭職都沒有可能工作 他今年初以為因 他們每月繳房貸就等住房屋按期員工後 嚴秀教樓 但現在20棟樓中僅有幾棟封頂? 葉程的房子在20樓 還沒蓋到那一層 現在只能望流輕探了 葉程說 他從沒想過自己有一天 會成為維權上訪者 由於疫情影響 葉程丈夫已經連續四個月沒有被發放工資 而他因爲因現在只能做一些內勤工作 導致富製收入大幅降低 每個月工資收入只有四千多元 他說 我們每個月有八千元的預供 還有一千八百元的房租 再加上現在 BB快出生了 房子又遙遙無期 這項業情 過著非常焦慮的日子 不知道之下 這一切該怎樣走 不知道現在 租房還要租多久 我們當時泰了三年 難道未來我們要將三年的收入 全部搭入各藍尾樓上? 我們沒其他辦法了 不想讓一個藍尾樓跟著自己一輩子 未來的人生我們還要過 不管這個房子 到時能不能見起來 我們肯定要為細蚊仔做打算 葉程仲說 我以後的三年 可能也要揹著徵送大力的影響 但是我沒辦法了 想得太多了 我只能先將眼前的事解決掉 我的房子都爛尾了 難道我還要考慮徵送影響什麼嗎? 我考慮不到這些 他甚至想到了最壞的打算 那就是 我想好了 等細蚊仔出生以後 我會和我先生離婚 把細蚊仔給他 把房子給我 到時影響徵送的就影響我一個人 不會影響到其他人 難未留 被擁護造成的痛苦和麻煩 是非常大的 有一名在上海重視ID工作的壞家 吳天逆談道 該留本亭光後 他曾多次增加到武漢維權 好費不少時間和路費 而且前途未卜 感覺過程非常煎怒 據他介紹 他來自湖北岳州農村 由於想要回武漢發展 再加上細蚊仔明年入小學 因此去年4月 他首次開始購房 用工作10年的積蓄 首付款則10萬 購買了陸地光高升學會的樓 但讓他此料未及的是 當他剛剛開始還 每月6300元貸款時 陸地光高升學會項目卻突然停工了 他焦慮地說 細蚊仔明年9月份就要入小學 現在非常忽愁 因為下不了戶 細蚊仔無法上學 他還表示事情遲遲得不到解決 在這個過程中 他還經歷過裁員 在家裡等待3、4個月 他痛苦地說要生活、要救房租 要考慮細蚊仔的教育 現在樓又難未了 他還表示雖然停泰可能會面臨 不得高壓消費 無法乘坐飛機、高鐵等 甚至細蚊仔上學也會有影響 但他說 沒辦法 我不可能對著空氣還30年房貸 我只能先跟老婆離婚 將細蚊仔放到老婆名下 然後開始強制停泰 不如於中國知名大學的林峰 也是買房者之一 他曾在知名建築央企工作 目前在中國排名前10代的房企工作 他直言停泰無奈之舉 房企日竟然買到南美樓 可笑又可怒 據公開消息 星鵝股業主動開發商 此前出入了剛日遲早的交涉中 通過不下10次談判 業主門逐止摸清了星鵝股專案的問題所在 為規劃轉預售賬戶資金 業主門發出的停泰告知書自出 至2020年12月該樓盤首次開盤 半年內預售回款達48億 但2021年8月起停工 正當2022年7月有7.25億元重點監管資金被開發商落為他用 樓盤工程完成不足35% 現在樓盤建設資金缺口近8億元 目前中國大陸開發樓盤的現象幾乎無處不在 樓市運作的狀況可以說是經濟好壞的一個重要指標 根據監管網站發布的消息自出 全國各省市南美樓停泰通知會總到目前為止 中國已有284個樓盤發表全體業主停泰告知書 集體庭繳房貸編及25個省份 而且中國南美樓業主集體庭繳貸款恐怖愈演愈練 還受到全大疫陳情抗議事件 一些抗議者被打被賴民眾有冤難訴 7月14日想簽名西安售賀業主 聚集在陝西銀保監局要求查辦銀行違規放貸給建商 從全職的視頻畫面顯示 大批業主舉著寫有抗議訴求的智商高藝 違法放貸 現場同樣有大批公安戒備 但是人們注意到雖然造成如此重大影響的事件 大陸官媒卻不報導 大陸社交平台亦搜尋不到相關信息 很多人還被木在鼓慮 從中央社報道中 我們可以看到 西安僅僅是南美樓的重在區之人 根據非正式統計 南美樓多達七十幾個 2022年3月 近300名西安二合方小區業主 搬入復工無忙的南美樓內 在無水無電無電 無電梯的木配房中 艱難西身 還有西安高新區錦寧公寓一百多戶業主 無奈集體搬入南美近五年的樓房 有些打地坡 有些睡板床 在這種情況下建商還撤斷水電 業主們只有自建廁所 雙方矛盾難以解決 2022年6月底 江西建一鎮恆大隆平 業主宣布集體拒絕向銀行繳納貸款 司徒敦促地方政府與建商盡快員工 消息一出 多地受害業主紛紛響應 顯然 這種維權行動 還會持續快速傳播 形成骨牌效應 網名為小鎮造提卡的武漢一名 29歲受害女樓主 易花文稱 集體停泰已經是最後辦法了 只得寄望於此 給有關部門私價力 讓房子能蓋下去 要房子被銀行收回 南美樓誰要 只得低價底 根本不夠還錢 差額銀行的錢 銀行依然會繼續透過強制方式執行 比如每個月從工資帳戶上購 但是又有什麼所謂徵信問題呢? 生活都沒有了 還要徵信做什麼? 針對南美樓在中國大陸蔓延的現象 自由時報報導 援引台灣財信傳媒 董事長謝金學鐵文說 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 現在頂著528億美元的債務 但是北京的債務就超過140億美元 其中 賺下的173億美元債務已經違約 安國內積欠的220億美元債務 一面臨倒帳危機 整個風暴可能直撿全非洲 這裏年頭北京當局在非洲大搞建設 恐怕會製造出一大堆爛美國 謝金黃說 他在3年前就指出中國如今面對的爛尾樓危機 他寫道中國面對恆大、西貿、 融創、佳潮等大型房企 這裏年頭大閑五軌搬運 他們將現金來移到境外 在中國境內 以政商關係大搖大敗地從銀行搬錢 如今只落低旁大債務 而政府害怕一度斬下去會動搖個本 只得好像身上掌握難倉 不敢將獨樓割掉 只用狗皮膏藥貼起來 就以為沒事 謝金河認為目前的狀況非常嚴重 直到高負債建商破產將會成為常態 很多官商勾結嚴重的銀行將急急可危 然後是不良債權浮現 外漲危機會越演越烈 這次的中國房地產危機正式揭開序幕 日本房地產泡沫落破新落調整沙簾 中國泡沫更大 危機才剛開始 從相識種種現象來看 中國大陸南美樓破壞了整個城市形象 浪費了土地資源 亦破壞了投資者的信心 對居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不變痛苦 同時 南美樓與銀行的營運狀況密切關聯 樓市倒下 銀行也會同時倒下 銀行倒下 中共改經濟 益州原諾 當然還會幫及很多領域 目前在中國各大城市中 南美樓惡性循環已形成聲火烈熱之勢 甚至直接拖垮中共政權 以上是今日的中國的環環節報 感謝收看 再會 我們下一次 有請見 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